東南亞國家聯盟週六發表了 關於緬甸危機的五點聲明 要求立即停止暴力行為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說 由米昂來代表的軍政府已接受停止對平民施暴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 米昂來不反對讓東盟代表團訪問緬甸 新成立的緬甸民族團結政府發言人薩薩表示 歡迎東盟領導人就應對危機達成共識 但強調追究軍政府對承諾的落實 恢復緬甸民主 聯合國特使安德魯斯強調 應關注殺戮是否停止 數千名被綁架的人員是否會被釋放 期盼與東盟特使一起監督結果 週六 緬甸民眾選擇繼續走上街頭 表明不認同與米昂來對話 一名27歲的目擊者向法新社說 有一名50歲的和平示威者慘遭軍警殺害 這麼拔起來很多人民的意望是說 只要軍隊死 人民怎麼死 都有這種的話題都出來了 就是說很多人民都不怕死 就只要能把這個軍隊壓下來 不管哪一個國家來幫忙 他們都願意接受 已經到了這個程度 旅居緬甸的華人吳先生還表示 近期緬甸來手下也有變動的跡象 有營長逃跑 將軍遭軟禁 週日 曼德勒大學學生會舉行集會 呼籲抵制軍政府重新開放學校的計畫 並支持臨時團結政府 新唐人記者陳漢、林岑新、劉芳採訪報導